嗨大家好,我是泡泡 近期啊,有比福尔摩斯还智慧的网友发现 多位明星给缅北四大家族白索成之子白应苍庆生 这个事儿引发了热议 在网传的视频当中 发现包括曾志伟、侯耀华、杜旭东等明星在内的多名艺人 都出现在镜头里面 为苍圣科技园创始人白应苍庆祝生日 并统一说着 三十公民沉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之类祝福的话 白索成二儿子白应苍呢 是国改民兵大队的大队长 财政局副局长 百胜赌场的总经理 苍圣科技电诈园区的创始人 在网友的压力之下 今天老戏骨杜旭东出来道歉了 并解释了原因 他首先大方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谈到这件事情 杜旭东表示了当时是受朋友之托 碍于情面就配合录制了视频 现在呢自己是深感后悔 杜老师的道歉呢还是挺真诚的 但是就是模糊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所谓的碍于情面 其实没有谁拿刀架着脖子逼他路 而且这样一件可有可无的事 也不会因为拒绝而得罪朋友 说到底就是拿钱办事嘛 不是什么碍于情面 这是商业行为 没那么多人情世故 其实现在在很多平台和中介都在卖这种服务 包括前年会啊 开业典礼啊 发布会啊 招商会啊 你如果有需要 像明星啊 网红啊 艺人的给你录制一段祝贺的视频呢 这个非常容易搞定的 只要中介来牵线 艺人不到一分钟 说几句话就有一万甚至几万的收入 那肯定是很有诱惑力的嘛 然后买单的人也会觉得特有面子 一般录制这种祝福的视频 艺人是根本不会去核实被祝福者的具体身份 更想不到对方会出问题 所以你说这个行为的性质很恶劣嘛 倒也说不上 因为商业社会市场经济嘛 人家只是挣点钱而已 这个世界上啊 黑和白的两极之间 还有一个灰的存在 这个灰只要不是犯罪 就无需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看现在网上很多人嚷嚷着搞连坐 说要惩罚这些艺人 这并没有什么依据 因为目前没有哪条法律 对公众人物有偿的为个人录制视频 做明确的规定 惩罚的前提是要有法可循 那你无法可循的话就谈不上违法了 打开淘宝搜索明星祝福 显示出许多从事该业务的店铺 所以至少从目前全国影响力的电商平台层面来看 该项业务并无不妥 否则早就下架了 但是呢 从艺人的角度来看呢 这些人真的不应该利欲熏心 还是要稍微自律一些 有点底线 你可以挣钱 挣钱这个事不含着 就像在古代 一到节日或者大户人家做大寿的日子 就会请戏班的人来唱戏 甚至有的时候请角 请头牌来 这个都很正常 但是你必须要有所筛选的 你心里要有大是大非 要有气节大义 就像当年日本人请梅兰芳 梅先生唱戏 梅先生叙叙以明智 就坚决不唱 所以呢 现在的艺人呢 你要录这个视频呢 你也必须有所筛选 要对对方的公司资质考察 对对方的个人呢 有个基本的了解 否则你去给这些人站台 那他是个流氓 恶棍 社会 渣子 杀人放火 无恶不作 那你都完全不管 那你毕竟你是公众人物 你对舆论有引导作用 你在享受公众人物 社会资源的同时 却不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那这个就不对了 有些人的心态呢 是不主动 不拒绝 不负责 我只是录了段视频 他是什么德性 跟我无关 我们只是商业交易 这个很清白的 那照这个意思 你代言的产品 如果出了问题 那就是厂家无良 你不知情 反正你永远都是对的 你永远都是挣钱的 永远都是无辜的 那这不就是流氓逻辑吗 在这个逻辑之下 也催生了 现在很多带货网红 也是这个逻辑 不合适商品怎么样 卖出去不用自己负责 有事找厂家 厂家卖完了 这批就注销品牌 又换个牌子继续卖 这不是坑人吗 所以奉劝明星呢 真的要谨慎谨慎 再谨慎 你可以录制这样的视频 去赚钱 无可厚非嘛 但你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要有社会责任感 有些钱可以挣 有些钱不更 就像杜旭东这个 其实非常危险的 因为他的编制 是在部队文工团 一个军队正师级文职干部 给电诈头目庆生 那这不很荒唐吗 这个性质很严重了 所以他是第一个 站出来道歉的 最后我想说 如果是单纯依靠 明星的自律和谨慎 其实是不够的 相关部门 是不是应该出台 一个监督机制 才能有效杜绝 这种事情的发生呢 你们觉得呢 我们一起来讨论 我是泡宝 感谢收看 拜拜